这一头交警忙着指挥交通 那一边清洁队赶来收拾散落一地的凤梨 还有一群人是想趁机捡便宜 大喇喇当场削皮吃 还义正严辞 大陆广州一台满载凤梨的货车因转弯不胜翻覆 附近村民竟闻讯赶来哄抢凤梨 面对这种情况 货车驾驶 无力阻止 因为人已经进了医院里 我都还没灭 你们这样子 你们觉得好吗 你们不要灭了吗 而在江西吉安同样也上演趁火打劫 不顾翻车现场还冒着浓浓黑烟 声明一拥而上 从烧得滚烫的货物堆中 抢拿小家电 消防灭火行动 海提渡被迫中断 令人傻眼 记者综合报导 然后在这里 感觉有点兴趣 对方有点兴趣 因为他们几乎的货车 在这里 关闭关系 所以